147 新聞臣報 回歸自貿區中概股在2015年7月15日財經新聞 A25 編者案 從昔日應是時代的學霸 到如今數則時代的三號學生 上海實現了漂亮的轉型 作為改革模範生 上海的轉型經驗 也許可以吸班級類的同學們帶來更多的啟發 今天我們推出小新轉型第一科自貿區蜕變 《神報》記者林敬宇無論從哪條通道進入六家咀 首先進入時線的是上海自貿區的藍白指示牌 他告知所有人 普通新區行政中心已擁有另一張名片 自貿區管委會 在張江 傳統的產業園區正在向科技城轉變 自貿區為區內的生物醫藥研發企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通關條件 在金橋 踏上了自貿區的快車 區內工業企業融資 通關便利已經顯然 2015年 上海自貿區每天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地理 面積從28.78平方公里擴展到120.72平方公里 負面清單從139條再減到121條 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從北到10家單位入住 都17個部門 單位一口辦理 上海自貿區將代言普通的未來 成為上海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並將引領中國經濟轉型升級 自貿區將成中概股回歸陣地2015年7月9日晚間 當當網發布公告 董事會收到來自董事長如如和 CEO 李國庭的私有化邀約 國內首加乎海外賞市的電子商務公司 宣布踏上退市之路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透露 當當網已經基本完成了在區內的企業註冊 它將從上海自貿區再次 自貿區說將在未來的電商退市回歸之路上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015年1月13日 工業和信息發布發布了關於在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放開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 經營類電子商務 外資股權比例限制的通告 於發布之日起實施 該通告決定在上海自貿區內市點放開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 經營類電子商務 的外資股權比例限制 外資股權比例可至百分之百 簡單來說 電商等互聯網企業就是屬於增值電信領域的企業 國家對於這類企業的外資股比有明確的限制 比如外資股權比例不能超過百分之四十九 但是新版的負面清單突破了這個限制 外資允許進入電商類增值電信領域 這也為很多中概股迴歸上市創造了可能 昨天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 和諸民接受採訪時表示 很多國內的互聯網企業擁有海外風頭 外資的股權比例很高 以往通過搭建花架構在國內經營 在海外上市 現在 這些企業可以通過自貿區落地 今年上半年以來 已經有連H 互聯網企業利用這一政策利好入住上海自貿區 自貿區將成為互聯網中概股迴歸的陣地 負面清單是上海自貿區重要的管理制度 從2013版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開始 長度不斷縮短 從190條到139條 再度現如今的122條 曠推後的各片區已經全面實施新版負面清單 並在陸家咀、金橋、張江等片區開展了住所集中登記改革 進口水果實現保稅銷售檢疫6月中旬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進景水果指定口岸正式運營 3.谷B 陽山舉行 消費者從自貿區跨景電商處購買進口水果 預計將便宜20% 30% 這項業務突出了海關和國檢備案一口完成 免除落地繳稅、閃電發貨等特點 以往進口水果一落地就必須徵稅 然後檢疫 現在水果可以在補稅狀態下銷售 先行檢疫 上海自貿區相關人士透露 而一些價格更昂貴的進口水果稅費甚至可能更高 但通過自貿區平臺來購買 消費者可以通過行遊稅繳稅 一合價值約500元的櫻桃價格可以降低100多元 進口水果可以真正實現海淘 2015年6月3日 國家質檢總局正式批復同意陽山保稅港區為進警水果指定口案 上海自貿區透露 下一步 將逐步疊加保稅展示 跨境電子商務、電子拍賣等創新功能 並積極擴大農產品品種、集聚相關貿易商、代理商、電商等 最終形成自貿區國際農產品商貿綜合服務平臺 這跨境電子商務視點推動一般貿易便利化 這是上海自貿區拓展跨境電商、平衡進口汽車等重點後目的目的 在上海國際貿易單一窗口下 一般貨物跨境貿易的便利程度明顯提高 今年上半年 海關新推出了覆蓋簡正方權、功能拓展 以及通關便利化的八項制度創新 國檢新推出了深化檢驗檢疫監管模式 支持上海自貿區發展24條意見 自貿區將湖海外融資土便宜 益海加里市自貿區金融改革業務的上先者 2013年 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剛剛奮成 該企業就完成了首筆跨境人民幣相向之今次業務 隨後又第一批開納自貿區賬戶 積極嘗試境外貸款 見證了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一年半 今年上半年 我們在自貿區賬戶內完成了境外融資超過五十億人民幣 已經是去年全年的一倍以上 境外便宜的資金大幅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 降幅約為百分之十 昨天 益海加里石波表示 益海加里要在自貿區打造地區性結算中心 與去年相比 今年自貿區賬戶最大的變化就是本外賣一體化 企業能夠按照自身的需求選擇持有的幣種 降低了回率波動的風險 自貿區賬戶的強大功能正在顯然 並且大量企業進入自貿區開納賬戶 據統計 截至五月底 共二十四家金融機構通過分帳核算系統驗收 開納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五個自由貿易賬戶 賬戶收支總額三千七百三十八點七億元 此外 區內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為二千六百八十三點五二億元 區內累計有146家企業發生跨境商 向人民幣資金持業務 資金持收支總額一千六百五十七點八七億元 在外匯創新業務方面 截至五月底 共發生九百一十六筆外匯資本金議員結匯業務 金額合計十四點七億美元 區內六十八家企業參加了跨國公司總部外匯資金集中運營試點 創新營金融機構發展迅速 包括互聯網金融服務、財富管理服務等 也包括金融追任、財務公司、汽車金融等專業機構 企業期待自貿區帳戶進一步拓展投資功能 雖然融資成本降低了 我們現在的煩惱是擺在自貿區帳戶上的錢不能只有活期利息 企業有理財的需求 希望至今保值增值 石波說 期待自貿區帳戶功能進一步拓展 實際上 自貿區內面向國際的金融交易平臺穩步推進 為自貿區內和境外投資者搭建新的投資渠道 據上海自貿區透露 除黃金國際版平穩運行以外 上海期貨交易所設立了國際能源交易中心 原由期貨獲批 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臺 已獲證監會原則同意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 上海清算所 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等金融要素市場 也都在積極研究設立 面向國際的金融交易平臺或開展 面向國際的金融交易業務 保險交易所也正積極爭取落戶試驗區 大宗商品市場建設也取得積極進展 近期 部分經過驗收的市場和交易品種正式上線運作 新一輪自貿試驗區金融制度創新方案已形成 正在報請國務院審議過程中 諸民透露通過自貿區進行投資將是下一步自貿區金 改的重點 新方案涉及率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進一步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 擴大金融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 加快建設面向國際的金融市場 以及不斷完善金融安全網建設等方面